不过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意义 题目呢 没出来 好来 拍手指数百分百 拍手指数百分百 我们有点赞 拍手 来点喔 拍手指数百分百 拍手指数百分百 还念不出来 好来来 好我们很感谢袁长老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拍手指数百分百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 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经文 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大大的鼓掌 我们真的很感谢神 在一切做事情上面 你会发现他有很美好的旨意 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 初外集记 初外集记第一章15到17节 那再来就是第二章1到10节 我会选这一节经文 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日是 妇女主日 在楼下我们今天都是妇女 不是我们今天是总会所定的 妇女主日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物 那个人物是谁 摩西 我相信摩西 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有听过摩西 甚至有一部电影 是摩西做主角 那部电影叫做埃及王子 那部电影叫做埃及王子 摩西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 而且神在他的生命中 做很让他执行一个很大的事工 不过在摩西的背后 成长的背后 有谁 有四位重要的女性 有四位重要的女性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 摩西成长的过程中 有哪四位重要的女性 当我们要提到 这四位女性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创世纪 我们要回到创世纪 创世纪里面有很多 伟大的领导人物 创世纪里面有很多 伟大的领导人物 但是我们今天讲其中一位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瑟 约瑟是谁 是埃及的宅相 那约瑟是谁的小孩 雅各的小孩 约瑟是雅各的小孩 雅各很疼爱这个小儿子 可是呢 我们知道爸爸妈妈 如果偏心的时候 其他的弟兄姐妹 会不会不开心 会啊 你怎么特别爱他 你怎么特别爱他呢 当然 约瑟的哥哥们也不开心了 所以就想尽办法 约瑟之后就被拜到埃及 在埃及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一个奴隶 但是呢 之后他成为埃及的宅相 当约瑟的爸爸他们在遇到饥荒的时候 他就把他们 他们就把他留在埃及里面 让他们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所以呢到最后 经文呢在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写到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绑冒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所以我们读约瑟的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家族在埃及地怎么样 过得很好 埃及的王也很恩待他们 但是呢 有一天 约瑟过世了 那么新的埃及王就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对待这些以色列人 就出现了一个埃及王 这个埃及王呢 就苦待了以色列人 他就苦待了以色列人 经文怎么说 经文说 后来埃及有一位新王登基 他对约瑟的事毫无所知 他对约瑟的事毫无所知 所以这个埃及王呢 他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 那这个埃及王呢 就有点心惊惊 他就有点心惊惊 他想说 哇这埃及人这么多 他就怎么说 这些以色列人 人多又强盛 对我们是一种威胁 今天如果一个人对你有威胁 你会怎么样 你会想要防备他们 你会想要防备他们 没有错 这个埃及王也是如此 他想要防备当时的以色列人 所以呢 他请了当时的都工 就督导他们 请他们去做很多的工作 请他们去做很多的工作 为他们建造了两座基货城 一直要使他们工作 就一直工作 让他们觉得他们很命苦 另外呢 他叫了西伯来的接生婆 来 就跟他们怎么说 在十六节 在十六节的部分 他就说 你们为西伯来妇人 接生的时候 看他们临盆的时候 若是男孩 就把他们杀了 若是女孩 就让他们存留 收生婆 手上握有一个很重要的权柄 他可以决定这个小孩 是不是要留下来 这个小孩是不是要把他杀死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埃及王 他很确实的 他很确实的 在阻止以色列人 他们越来越强盛 他们在阻止 让他们越来越强盛 这样的行动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点像 当德国人 欺负犹太人的时候 那个有点像 就是把他们的婴儿 跟他们的妈妈分离 或者是把妈妈跟婴儿 集体屠杀 这都是一个很极端的手段 当然这个埃及王 也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手段 就是如果是男孩出生的时候 就把他杀死 如果是女孩 就把他留下来 可是呢 在这么恐怖的瑕疵背后 神有很高的旨意 神有很高的旨意 你会发现 神的手要在这里面做事 神的手要在这里面做事 所以今天 这四位女性 将要成就神的大事 第一位是谁 尊主为大的 收生婆 尊主为大的收生婆 收生婆的名字叫做什么 施弗拉根普阿 施弗拉根普阿 这是当时的两位收生婆 那刚刚我们有说到 王呢 吩咐收生婆说 如果是男孩 你就把他杀了 如果是女孩 你就把他留下来 但是 我们知道 收生婆是敬畏神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是尊主为大名 在他的心中 神有很大的地位 所以呢 他存留这个男婴 而我们知道 斯弗拉跟普阿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他们的名字就是 美丽的 也是光辉 他们的生命就如同 他们的名字一样 一样美丽 一样有神的光照在 他们身上 当他们面临 这个抉择的时候 他们怎么选择 他们尊主为大 他们尊主为大 在他们要做这个抉择之前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身上 你时常也要面临这个抉择 很多人呢 他们会想要听到人的赞美 很多人他们会想要听到人的赞美 他们就去做 不合神心的事情 但是今天 你遇到这个抉择的时候 你要如同收生婆一样吗 还是你要去选择人的赞美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 因为我们的眼光 时常畏惧人的眼光 但是我们时常梦记 更重要的是 神如何看待我们 更重要的是 神如何看待我们 今天这节经文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收生婆不顺服埃及王 她顺服谁 她顺服是从神而来的命令 她顺服的是 从神而来的命令 收生婆有很大的地位吗 她有很高的位分吗 在当时他们的位分 在很多人的眼中 他们只是一位收生婆 但是神在他们身上 要成就很大的事情 今天你的位分高吗 或许不高 或许很高 但是你有看见 神给你的旨意是什么吗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位分 一点都不重要 而是 在我们的这个身份里面 你有没有荣耀神 今天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的身份看起来只是学生 但是你有可能 翻转整个校园 今天你可能只是一个上班族 但是你有可能 让你整个公司都得救 所以我们知道 神在你的生命中 有很美好的旨意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今天收生婆的手上 没有刀也没有枪 她就要去对待一个 跟一个埃及王对抗 但是神给她很多的祝福 神给她很多的祝福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旨意 第二个 我们看见一个很伟大的女人 那个人是谁 就是摩西的妈妈 摩西的妈妈的名字叫做什么 她的名字叫做 约基别 她的名字叫做约基别 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 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性 很平凡的女性 圣经中只提到她的名字两次 圣经中只提到她的名字两次 她有三个女儿 三个儿女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亚伦 一个是米利安 这三个小孩 为神做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受她妈妈的影响 就是因为受她妈妈的影响 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 打两个地方描写她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 第二个呢就是在西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上面 有约基别的名字 怎么描写她们呢 在信心英雄榜上面 共记载了很多伟大的人物 那其中有三位婦女 其中一位就是约基别 经文这样说 摩西生下来 她的父母见她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因着相信 让她存留三个月 让她存留三个月 而且并不怕王的命令 因着相信 所以我们知道约基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如果她没有这个信心 那这个以色列人就灭族了 这个以色列人就灭族了 第二个我们看到 约基别的智慧 我们看见约基别的智慧 在二到三简 她怎么写 当摩西 当她把摩西藏了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了 就取了一个葡草香 抹上石漆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如意中 这段经节不长 但是这段经节很有意义 这是一个妈妈 跟一个孩子分离的 最痛苦的时刻 这是一个妈妈 跟一个孩子分离最痛苦的时刻 因为约基别呢 为了孩子的安全 她就取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葡草香 葡草香是什么 它是芦苇 据说 鳄鱼不喜欢芦苇的味道 所以呢 如果把这孩子放在箱子里面 她就不会被鳄鱼吃掉了 而且呢 她涂上了什么 石漆跟石油 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孩子 最重要的智慧 也是她必须要做的 我们知道一个妈妈 每一个妈妈都想要全心全力的保护自己的孩子 当然约基别也一样 她用了她最伟大的智慧 想尽办法去保护这个孩子 另外在经文里面你看 她这么说 把箱子搁在 不是直接放水油 这个妈妈还是想要保护她的孩子 她没有想说 我就是把她放到河里 她怎么飘就怎么飘 这个妈妈把她放在旁边 她是把她搁着 而不是把她放水油 所以我们知道约基别非常有智慧 再来呢 第三个是什么 她把她的孩子全心全意的交给神 她把她的孩子全心全意的交给神 她是一个决心放手的母亲 她是一个决心放手的母亲 对一个母亲来说 要跟自己的孩子分离 那是非常通 要跟自己的孩子分离是非常通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约基别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难过的 我们可以想象 她昨天还抱着摩西在那边 哑哑哑唱着摇篮曲 跟她说 赶快睡哦 宝贝 隔天她要念什么 她要念 游子盈 她要念游子盈 游子盈的离别歌里面有一段话 叫做 菱形蜜蜜蜂 异孔 痴痴归 所以我们知道 昨天晚上 她的心情是怎么样 今天早上 她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对一个母亲来说 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她知道这一别 见面的机会 可能就不高了 可能就不高了 但是在这边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 是她的母亲 学习适当的放手 她的母亲学习适当的放手 我们知道摩西可能很可爱 圣经描写她怎么样 很俊美 对自己的孩子 你都会觉得她真的超可爱 但是 她的爸爸妈妈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就是 他们要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 或者是 把她全心全意交给神 他们选择相信神 他们选择相信神 还是选择相信自己 他们选择相信神 我们知道 放手不是放弃 而是交托给神 很多孩子 在他们的生命中 没办法完成他们的命定 就是因为 爸爸妈妈过得太紧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过得太紧 我们知道 他们的母亲 知道神要带领摩西 所以他们决定放手 他们第一次放手的时候 是摩西三个月的时候 他们就把她放手交给神 后来被埃及公主带回家 被埃及公主遇到之后 又辗转回到母亲的身边 第二个是 当摩西长大的时候 他还是第二次的放手 我们知道 他没有把摩西占为己有 而是他利用时间 跟摩西在一起 把自己的信仰教导给摩西 把自己的信仰教导给摩西 等到摩西长大之后 他让他回到宫中 让他在那边生活了四十年 经文有说到 摩西到最后 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让他也带领以色列人 虽然他在宫中生活了四十年 但是他并没有受到 埃及人的影响 他还是把他的信仰放在信中 约基别是一个智慧的部女 真言说过智慧部人建立家世 欲望部人亲手拆毁 约基别没有让摩西受到生命的威胁 也没有让他的家人受到生命的威胁 他照着上帝给他的信心 带领摩西让他长大 带领摩西让他长大 有一个农村呢 有一对夫妇 他们平常并不在意小孩子的 灵性生活 那到了礼拜天 他们要去礼拜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他们的孩子说 爸爸妈妈要去做礼拜 但是牧师讲的你听不懂 所以你留在家里 那我们家后面的母牛跟小牛呢 会肚子饿 所以呢 你去把牛喂饱 你带牛出去吃饭 那等这个爸爸妈妈 礼拜后回来的时候 爸爸就发现 他的儿子怎么只有带母牛出去 小牛留在家里 那爸爸就很生气啦 就想说 哇 这孩子怎么没有把两只牛 一起带出去 孩子回来 父亲立刻叫孩子到面前 跟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把小牛 带出去吃草 这个孩子就跟他说 这是你说的啊 礼拜天只有大人可以出去 小孩子要留在家里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 约记别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利用时间把神的真理 交给摩西 而不是不让他认识 今天再怎么小的孩子 他都有权利来认识神的真理 他都有权利来认识神的真理 约记别把这个信仰跟死在摩西的信中 约记别把这个信仰跟死在摩西的信中 而且约记别也有坚定的信心 他对环境 他也敢勇敢去尝试 我们知道 神在约记别的身上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是让他抚养摩西 让他成长 今天的环境 虽然没有法老王 没有埃及王对我们的恐吓等等 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身边的孩子也一样生活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底下 第一个是我们社会的环境的改变 我们价值观的改变 毒品的诱惑 还有等等其他对我们很多的诱惑 但是今天身为父母的我们 就是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跟约记别一样 把这个信仰跟死在孩子的心中 把这个信仰跟死在孩子的心中 所以我们要时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时常带她们赌金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 帮助摩西的女性是 她的姐姐米利安 她的姐姐米利安 主动积极的米利安是被神所使用的 但埃及公主看到摩西的时候 孩子的姐姐主动跑来 告诉埃及公主说 我去帮你找一个奶妈 来照顾这个孩子 我们看见约记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主动的人 约记别是一个主动的人 她利用她的智慧 她等候一个机会 然后看到那个机会的时候 她立刻就行动了 看到她的智慧 告诉她 你立刻就要行动了 所以当她看到埃及公主 遇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她就立刻跑过去 这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姐姐 这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姐姐 她不但因为她的主动 让她的妈妈得着 照顾摩西的机会 也因着她的主动 她得了照顾摩西的功架 她们得到了一个双倍的祝福 一个双倍的祝福 所以米利安在神的手中 也是一个契母 她只是一个姐姐 她只是一个孩子 所以今天你有没有看见 神在你身上也是一个 要做很大的功 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 都是一个契母 就算她只是一个姐姐 神也使她成就了一件大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当我们主动的服侍 当我们主动的出几的时候 神要超越你所想的一切 好 再来第四个是谁 第四个是法老的女儿埃及公主 这个有怜悯之心的埃及公主 她拯救了摩西 她拯救了摩西 她让摩西得以被留存 让她可以健康平安的长大 法老的女儿 她不是以色列人的 她是外邦人 她不是以色列人 她不是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 但是她却为神成就了一件大事 她为神成就了一件大事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她来到河边洗澡的时候 当她看到摩西的时候 圣经描述孩子哭了 她就可怜她 可怜她的意思是什么 心都到她那里去了 当你看见你的亲人在哭的时候 你的心会不会怜悯她 你会不会觉得她为什么哭 我好想安慰她 心到她那里去的时候 你可以去想象 当你的亲人哭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很痛 你的心是不是很痛 你的心是不是很难过 这个埃及公主 她就有这样怜悯的心 她怜悯这个孩子 她的心是完全到那边去 这个埃及公主 让摩西 她教养摩西四十年 帮助她 也带领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埃及公主 神也一样在她的身上 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神也一样在她的身上 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今天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要记得 神必在你的身上 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不管是 收生活 摩西的母亲 米利安 摩西的姐姐 或者是捡到摩西的埃及公主 你有没有发现 都在神的手中 成就了一件大事 都在神的手中 成就了一件大事 她们在 这四位女性 在当时 都是弱女子 都只是弱女子而已 在她们的身上 在她们的身份地位上 并没有很高的权位 但是 神给她们的祝福是大的 神给她们的祝福是大的 在这之中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 有一个重点是 她们有一个爱人的心 她们有一个爱人的心 也有一个爱神的心 她们保护这个孩子 但是她们也爱神 所以今天 在你的生命中 当你有这个爱的时候 当你有爱神的心的时候 你要知道 神要在你身上成就的 是一件非凡的事情 是一件非凡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神的恩赐 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神的恩赐 这四位女性 在神的身上 也都有恩赐 他们尊主伟大 他们有智慧 有勇气 他们主动 他们也怜悯了 我相信 在这些特质上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也都是看得见的 今天你要如何运用你这些特质 去成为别人的帮助 今天你要运用这些特质 去成为别人的帮助 神在很多 时代里面 兴起了很多人 去成就他的事工 今天 在这个时代 他也要兴起 我们这边每一个人 去成为别人的帮助 你可以成为你们隔壁邻居的帮助 你可以成为你同学的帮助 你可以成为你家人的帮助 你可以成为你家人的帮助 你可以想像每一个人 就跟摩西一样 你可以去帮助他 他说不定也可以为神 成就一切美好的事情 我们看见神 时常透过一双 看不见的手在做事 我们很期待神 出来亲自面对问题 但是神很奇妙的 他就是透过一双 看不见的手在做事 今天我放最后这张图片 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这么多蜡烛一样 有可能 今天比燃烧的比较快 今天你燃烧的比较慢 有可能你带的香气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 当你愿意点亮你的蜡烛的时候 你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 你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 我们 如同这个蜡烛 一点点光 可能没有办法影响别人 可是 当你 越点越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光 越来越亮 我们知道刚点上去的光 都是小小的 可是 过了几秒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变大 今天或许在你的身边里面 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服饰看起来 没有什么果效 但是 你要注意的是 你的光 越来越亮 你的光越来越亮 不是你的服饰没有果效 而是 它正在慢慢的变亮 我们要一起来唱今天的回音师 那双看不见的手 睡不见你 你 说不得了你 说不得了你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的狱 你正在对我的狱 你一直就在这里 你一直就在这里 師于你的开灯 心的低时候 心的低时候 溫柔紮雨 在這天嗎 我心裡終於幾刻 不知道我們是不是第一次唱這首歌 但是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可以去想像 神現在正在對你說話 祂在告訴你說 在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 正在引導你 待到祂的面前 與祂寫進 這首歌 歌詞描寫得很好 雖不見你 觸不到你 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看不見神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心去觸摸它 我們再一次一起來唱這首歌 那雙看不見的手 雖不見你 雖不見你 主不見你 但是我知 你正在對我的語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甚至到 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敌人的手 重新抚慰 我打破碎的心点 是你的身影 温柔花雨 再度填满 我心灵中的记得 我现在要邀请 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人 可以举手吗 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好 请放下 等一下 我要邀请大家闭上眼睛 一起听这首歌 那在闭上眼睛之前 我要邀请大家 看背后这个十字架 十秒钟 你去思考 神在你身上 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 你去思考 神要带给你是什么样的 祂要对你说什么话 你在地景仰望这个十字架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我们一起再次听一次这首歌 祂不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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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好主耶稣 我神知道 你一直就在这里 神要亲近你 enci命的少 听恨的声 重新抚慰 我当破碎的心田 使命奢依 温柔华语 再度天茫 我们一起再次唱一首歌 谁不见你 出不到你 主我知道祢要对我说话 但是我是 祢现在在望地狱 神一直在你身边 时时刻刻地跟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生命中 神其实一直就陪在你身边 你一直就在这里 神的手要安慰 在你的心中可能有受过伤 但是神要轻易地让他回首 重新抚慰 我当破碎的心田 使命奢依 温柔华语 再度天茫 我心灵中一几颗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祢 祢的作为奇妙可畏 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所以我们要谦卑来到主祢的面前 将我们全能陷在祢的前面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如同收生活一样 当我们面临一个抉择 或我们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有尊主伟大的心 让我们远离罪恶 也求主帮助我们 如同约级别一样 让我们有信心去面对 我们现在正要面对的困难 让我们有智慧去接受 现在正要接受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习 把一切仰望在神的面前 主我们要谢谢你 你透过民意案的主动 与勇气的不是 让我们了解 今天无论我们任何 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我们就是要主动的出局 而且我们出局之后 神要成就一件大事 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颗如同 埃及公主的心 让我们突破阶级 跟突破种族的怜悯的心 与爱心 更多的去成为别人的帮助 最后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主 因为你时时刻刻牵引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事奉中 遇到绝望的时候 我们能有你的保护同在 并得着解放 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 也愿你的祝福大大的领导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 让他们去成为别人的帮助 成为别人的光 我们再次感谢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